全台灣瞬間多了上百位鮭魚先生 鮭魚小姐 網路耿圖 同鮭魚境 任祖歸宗 就連乾隆皇帝也跟上這一波改名風 故宮耿圖將乾隆改名為 愛心絕羅 紅利鮭魚 改名只是改叫夜鮭魚 之外名單都改回去了 新竹這位夜鮭魚 背著爸媽偷偷改名 他帶著同學們一塊吃壽司大餐 他說這筆帳怎麼算都划算 假使六人同行 一個人吃石盤 以最低價四十元來計算 兩天四餐九千六 到護鎮事務所更名 換發護口名簿外加身分證 單次成本八十元兩次一百六 我是不會同意的啊 為了鮭魚去用這個 所以我會生氣啊 我會很活大 可能會適合叫他改回來吧 不只媽媽會生氣 因為按照規定 一輩子只能更名三次 而且鮭魚紀錄 會用村在戶籍團本上 一輩子都甩不掉 改過去 然後再改回來就兩次了 那還是要珍重整個行政資源 還有網友花了八十元改名 劉鮭魚衝到壽司店打吃一頓 結帳才發現悲劇原來跑錯家 壽司店原本沒預料到的 鮭魚改名風潮 意外多出幾十萬餐費 但各大社群 網路媒體推博助瀾 相當於上千萬的廣告預算 通通屬下成了最大贏家 記者許曰文物彭新 SG小組台中報導 下集見 1個月大花